各大传统市场摊商遭受疫情冲击 原本生意络绎不绝 最近人潮大幅减少 甚至许多摊商都直接停业降低成本 吉安乡由淑珍在6月初就宣布挺摊商抗疫情 吉安乡的公有市场摊位租金直接减半 而且持续减免3个月 也呼吁乡亲同周共计共挺时间 为严防传统市场成为防疫引诱 各大公有市场都实施了防疫管制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呼吁大家 减少前往人潮多的地方来群聚消费 因此各个传统市场的生意大受影响 甚至有许多摊商就直接收摊暂停营业降低成本 为了帮助市场摊商度过难关 吉安乡由淑珍在6月初就宣布挺摊商抗疫情 吉安乡公所的公有市场摊位租金减免50% 而且持续减免3个月 一次买满一次买足赶快离开 我们看到传统市场过去 车水马龙的状况 现在是三三两两 所以我们看到了摊商的辛苦 在防疫的供体时间里面 吉安乡公所提出了我们租金减免50% 也就是五折的这样的一个防疫供体时间的优惠给摊商 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承担20% 吉安乡公所承担30% 希望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能够赶快度过 也让我们在疫情的这个生意影响的时间里面 可以跟摊商来共体时间 我们三个月的这样的减免优惠 希望疫情赶快过 那是情况我们会在卓宇来作为一个增减的配套 这个租金减免方案是由县政府补助两成 吉安乡公所加码补助三成 共计减免五成租金 租金减半从6月份起到8月份底 有三个月的时间 对于这一项优惠措施 市场摊商表示很感谢 他们也强调会全力配合公所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共同来度过这个疫情难关 介统会吉安乡报道